美剧毛沙终于迎来了最牛叉的一击 怀孕的妻子在警局突然控告丈夫残忍杀害了一个女孩 就在昨晚女人听到丈夫言语激烈的和穆罕默德说道 难道贝内特此前说的话都是谎言吗 他先是杀害罗西再准备逃往他国 于是警探林顿和霍德就立马通过女人提供的手机号码定位到了穆罕默德 并将他直接抓回到警局进行审问 起初穆罕默德对罗西一案并没有打算老实交代 可听到他的家人和孩子会被遣送回国时 穆罕默德终于开了口 他说女孩当晚一直哭 于是他和贝内特就把女孩带去了寺庙 不过因为教友太多极其危险 于是他们又把女孩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 只要把他的护照办下来就能送女孩去加拿大了 可听到这儿林顿和霍德却愣住了 人都死了怎么还要送去加拿大呢 而在穆罕默德看完罗西的照片后 发现一切都是一场乌龙 原来罗西那晚确实去过贝内特家 但只是把书归还后就直接走了 而穆罕默德说的女孩 则是寺庙教掌所说的失踪女孩艾莎 艾莎因为年满12岁 父母便逼迫他出嫁 还要进行残忍的割离仪式 于是艾莎便找到他和贝内特寻求帮助 看来罗西的死和穆罕默德贝内特两人并没有关系 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 而另一边罗西的妈妈在整理衣物时发现 那件粉色上衣并不是罗西的 而是与艾莎的同款 可他打电话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拉森已经对贝内特下了毒手 警探林顿也完全没想到 重点嫌疑人转眼就变成了受害者 而因为初把贝内特当成凶手复仇的拉森 隔天就选择了投案自首 就此案子再次陷入到了死胡同 直到两天后的一个早上 林顿意外发现了一艘名为阿黛拉的邮轮 邮轮的标志就和罗西的钥匙扣一模一样 于是他便跟随邮轮来到了一家隐秘赌场 看来罗西的钥匙扣就是这家赌场的纪念品 可当林顿上岛后却查看不了赌场的监控 赌场经理声称 这里是印第安领土 警局也无权在这里搜查 说完便把林顿赶了出去 小小经理竟然如此嚣张 可林顿也毫无办法 因为搜查令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批下来 但一旁的提款机却是本地银行的 于是林顿便申请调用提款机的监控 果然罗西死的那晚确实来过赌场 时间是凌晨的12点左右 正是他离开贝内特家的两小时后 而且罗西还有定期存款的习惯 但账户的主人却不是自己 而是他的小姨玛丽 难道他们之间还有什么秘密交易吗 于是林顿和霍德再次来到了罗西家 而玛丽的回答更是颇有嫌疑 他先是否认了自己有这样的账户 随后又说罗西几个月前 好像借用过他的身份证 理由是想去夜店玩一下 可还没等林顿继续询问下去 玛丽就以送外山上学为由 拒绝回答其他的问题 而林顿眼看玛丽不肯配合 便也只好作罢 但就在随后 获得曾经卧底毒窝的同事 却一眼认出了罗西 他说罗西是赌场的博书磊 一种专门为有钱人提供服务的人群 但这种钱也不是好挣的 曾经就有女孩被客人打成了重伤 于是得到了重要线索的他们 回到警局后 立马翻找出了那起案件的档案 殴打女孩的客人 居然是当地有名的亿万富豪 难道罗西也碰到他了吗 可尽管这个富豪具有嫌疑 但仅凭怀疑 是不可能让亿万富豪会来喝茶的 除非他们能找到更直接的证据 而就在这时 王景找到了博书磊的网站 那里面都是女孩子的照片 但没有一个是露脸的 不过林顿却发现了 罗西穿过的那双高跟鞋 但图片上的人并不是罗西 而是他的小姨玛丽 而玛丽眼看自己做过博书磊的秘密 被揭穿了 只好承认鞋子是他借给罗西的 但他并不知道 他也去做了博书磊 随后又在画感画中得到了一个线索 博书磊的网站上有个留言板 就在几周前 一个女孩说他遇上了一个死变态 客人问他想不想体验一下溺水的感觉 巧的是 这个叫俄尔普斯的客人 在罗西被害的当晚 注销了账号 难道这个神秘人 才是真正的凶手吗 带着种种疑问 林顿给他注册网站的邮箱 发了一封秘密邮件 内容是 我知道你做过什么 随后又马不停蹄的找到 正在竞选市长的李奇蒙 因为之前的那位富豪 正是他的幕后金柱 而霍德则约到了那个留言的女孩 女孩看到罗西遇害的照片后 回忆到 那个客人看起来并不像杀人犯 而且他十分温柔且忧郁 就在霍德想知道这个客人是谁时 女孩却不肯透露太多 急重重的离开了酒店 可就在几分钟之后 他又打给待在酒店的霍德 告诉他惹上了大麻烦 如果想知道客人是谁 就去街区的路口一看便知 而另一边的林顿和李奇蒙的谈话 悲痛来电打断了 等李奇蒙走后 林顿也接到了同事打来的电话 同事说 俄尔普斯查看了他发去的邮件 但并没有回复 于是林顿便让同事 对他的邮箱进行轰炸 然而等同事再一次发了邮件后 林顿却听到了邮件的提示声音 声音的来源居然来自李奇蒙的办公室 电脑上的邮件也正是他们发的 而此时的获得也来到了那个街区路口 难道李奇蒙真的是杀害罗西的凶手吗